歡迎收看帶來花枝 提起澳門大家第一個印象 應該想到的是賭場 也就是它的博彩業 因為亞洲最大的賭城 應該就是在澳門吧 對 不過經濟高度 仰賴博彩業的話 究竟對澳門帶來 哪些利弊跟挑戰 我們今天要到 澳門的研究專家 董事長來跟大家分享 他的觀察 志玲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志玲他不但是澳門研究專家 同事他現在也是澳門理工學院 的客座講師 根據您的觀察 你去那邊一年 一年多一點點 根據您的實際觀察 因為我們知道說 從2014年開始 澳門的博彩業 就受到大陸反貪的影響 可是最近有個數字 好像說9月份開始 他的這個博彩業的收入 就回升了 實際你觀察到的賭場的任期 是我想 這一個從數字上來看的話 那麼澳門的博彩業 大概先前 是連續26個月下跌的一個情況 那麼現在的一個 整個博彩業的規模 比起最高峰的時候 大概每年都少掉了 差不多600億左右 澳門元的一個數字 到去年為止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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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暗年已經上升了7%左右 7點多左右這樣的一個數字 所以從數字上來看 那麼確實是有回升的一個情況 那麼現在澳門政府 他在這個數字上來看的話 他會覺得比較樂觀 是原因是因為 9月是以往這個一般的淡季 那麼在活性前 那麼都能夠有這樣的數字 所以大家比較樂觀的認為 整年的賭售 可以上開2000億元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數字來講的話 我想也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結果 那但是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來看的話 我想在整個現在的一個 我自己的感受 那麼在這個娛樂場的周圍 比如說 威尼斯人的一些大雲河購物商場 那麼在我以前 還沒有去澳門工作 但是我也到 常常到澳門去做調研的一個情況來看的話 我印象中2012、13年 威尼斯人的客人 是到滿出來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你很難去 季島裡面 對 就是這種摩肩擦肿 這種這樣的一個情況 可是到現在來講的話 整個的一個客人的數量 其實是很明顯的減少很多 對 我在今年的那個元旦的時候 曾經到澳門去 那我也進去賭場看了一下 它很多那個賭場的話 就是賭台根本連開都沒有開 那賭場裡面其實很冷清 是 對 那現在雖然說 我們看到說8月是回升1.1% 然後9月回升7.1% 可是整個看起來的話 就是1到9月還是衰退的 對 那主要的話是澳門 整個博茶業的話不好 是因為跟大陸反貪腐有關 我們那時候看到一個說法 講說大陸中紀委直接進到賭場裡面 去看誰來賭博 那只要習近平就還繼續反貪腐的話 即使8月9月數字回升的話 就是它的那個整體情況是 大陸的這些賭客真的敢回到 尤其是那些當那些有錢的人 真的敢回到澳門賭場去賭博嗎 是 我想這一個 當然澳門的一個經濟狀況 那麼跟中國大陸的一個政治的情況 是絕對有直接相關的一個情況 那但是整個澳門目前來講的話 那麼8月底跟9月初 那麼包括永利皇宮跟澳門巴黎人 兩個新場開幕以後 其實也帶來蠻多的一個人潮 那麼其實當然主要也是因為新鮮 所以北地人也會去看一下 甚至到裡面 可能他就去做一些消閒 做一些娛樂等等的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我想8、9月份賭搜的回升 也許有這樣的因素在內 就是有新場的開幕 新賭場出現嗎 對 新賭場的開幕 對 所以在整個內地的一個 這個反攤的一個結構性問題 沒有改變的情況底下 我想現在的澳門政府 他最希望的就是 能不能夠用這個所謂的非博彩元素 就比如說 對 比如說有更多的這個購物的空間 還有更多的品牌 或者是說他有其他的一個 包含什麼包含這個世界文化遺產 等等的方式 來吸引遊客能夠盡量的 在澳門能夠多留一些時間 那目前來講的話 平均是1.1天留在澳門 那所以都有這種過夜的情況底下 當然也會有一些 這一個相關的一些活動出現 比如說這個非博彩元素的 比如說比較之前就很有名的水舞間 這樣的一個 這一種大型的一個娛樂活動 那所以以目前的一個 整個澳門的一個狀況來說的話 我會覺得整個的一個市面上 數字上有回升 可是市面上的 至少我們在那邊生活的感覺 比如說我剛剛所說的 以前人多到滿出來 那甚至於說 現在我一些學生的家長 他們在渡場裡面工作 他就告訴我 老師我的媽媽最近都蠻閒的 為什麼 因為這一個公司跟他說 如果沒什麼事你也可以不要來上班 因為就放你無薪假 所以他說這個每天回家就有飯 只有湯可以喝 就比較好 回到有這個家庭的溫暖 有幫忙在家 對 有一種家庭的溫暖 就不用在太多的工作上面 所以如果從這樣的一個 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我覺得在回升的一個幅度有限 但是這個可能前景 可能慢慢也會變得比較好 但是至少在目前為止 他的遊客的數量 在賭場的一個來客數來講的話 我覺得就沒有像 這個最鼎盛的時期 好像是真的 我們用人滿為患 來形容你不為過的一個情況 對 在賭場的人氣慢慢回升的情況下 應該也減少他一些社會問題吧 因為過去澳門一直都是一夜獨大 對 就只有靠博彩業 那你博彩業不好的話 相對應該會衍生一些問題吧 是 我想在博彩業 不管好跟不好 因為這個畢竟在一夜獨大的 一個澳門來講的話 他是一個相對來講 比較畸形的一個 經濟的繁榮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整個的一個 博彩業為主的一個社會的問題之上 那麼也出現了 比如說包含了病態賭博 那麼也包含出現了 這個樓價高漲 就是大家講這個年輕人上樓難 或者是說 這個有一些這個高利貸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都出現了 那麼在近年的整個兩年來 整個經濟在下滑的一個情況底下 這一些的一個這個社會的問題 那麼也是存在 更嚴重嗎 應該說他朝向不同方向去發展 怎麼說 比如說有一些的這個 以前的我們講說博彩的從業人員 對 那麼因為博彩的一個蕭條的關係 因此他可能必須要到這個其他的工 來做工作 其他的工作 比如說有一些人他就轉行做計程車司機 那麼他就出來開車 那開車的話 因為澳門的計程車是一個特許經營的 他的這個特許費很貴 所以他就必須一台車大家來輪流開這樣子 盡可能把他的這個發展 發展到最高 那這些的一個以前的博彩從業人員 他可能他的收入什麼都比較好 那他可能對於這些東西 他現在來講這些小錢 他不得不 對他變成這樣子 所以他的服務可能會稍微差一點 因為他覺得我是被迫的 我並不是很願意來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有一個那個氣邊 就一個工讀生他是到那個去交換學生 譬如跑到澳門去 他說到澳門去搭計程車 那個師傅特別不客氣 對因為 沒耐心 我想在整個這一個澳門的一個情況來講 我想這也不是普遍的 只是這一個計程車的服務不好 是澳門市民一個也是蠻痛恨的一個一個 一個情況 除了服務態度不佳 那麼也包含了這個數量不足 因為大家要出行 尤其你在飛博賭場或者是交通點 你要攔到計程車老區 基本上是非常困難的 那甚至電話叫計程車 你都還需要 我們講澳門來講說給點禮物 就是要給點小費給他 我就直接告訴你 我要給你幾份 一份就10塊錢或20塊錢 給他一些小費 那他才說那好 那我就來吧 再接你這樣子 所以就會有這一種 這一個比較不甚公平的一個現象出現 那我想這一些的一個情況 都跟整個博彩業的 或者說整個澳門的城市的承載力 都有一個這個直接的一個關係 所以這個除了這個賭場的員工 向外釋出以外 那麼另外一個問題 我覺得就在於政府的收入上 因為澳門政府的一個收入 至少超過75% 是來自於博彩業的一個賭收的盈餘 那因此在賭收下降的情況底下 最直接衝擊的 便就是整個澳門政府的一個收入的數字 因此在整個財政收入這個縮小的一個情況底下 那麼他還是繼續必須要來做這個施政的一個工作 那但是在預算上自然就會比較這個受到限制 而市民也會因為這個整個預算的下降 那麼他會更要求政府你必須這個要有效率的 或者你要更劃得來的來使用你的經費 也不能夠像以前一樣花錢如流水 我為了達到目的 我可以不計任何代價 我只需要做出一個東西 所以在這兩個月以來 那麼我們也看到了 比如說澳門有一個新的中央圖書館 那麼社會上他在認為說 你澳門政府做這個中央圖書館的預算太高了 為什麼需要9億元 還不包含土地跟建築 那還不包含裡面的一個這個軟體的一些建制等等的 你就需要這麼多的數量 那這個經費來講是不是有討論的空間 那麼也在這樣的一個賭搜下降的背景之下 那麼被市民更加的檢驗 你澳門政府的施政的效率到底是不是足夠的 因為經濟的狀況已經不是這麼好 所以在這個整個賭搜下降的情況 也像政府你要學著更加的去使用你的有限的經費 對 精打氣酸的過日子 那麼甚至於說你要更有效的來使用這些有限的經費 不能再像以前一樣這樣子 等於是這個發現不手軟 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都沒關係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是好事啊 當然是好事啊 那之前比較壞 因為一夜獨大造成 剛剛你講說病態賭博 這件事情還存在嗎 當然存在 那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狀況 對 因為病態賭博 我們基本上來說 就是說你可能 因為它有一些指標 因為它等於是一個疾病 就是它是醫療的一個疾病 那它比如說你會整天想要去賭博 你也想要這個把心思 你在工作的時候想到我等一下要去哪裡 那你來博一下這樣子 你這種這種它有一些這個這個像量表一樣 你得到多少你就叫做這個病態賭博 那我們具體的講 就是比如說有人所謂爛賭 那完了以後 你把家裡的薪水都賭光了 家產全部賭光了 你都賭光了 再借高利貸還沒完 還要再借高利貸 你怎麼還 如果還不起 那可能就比如說跑路 或者說你就等於是債留子孫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來來來這個造成這個社會的一些問題 所以澳門現在也有所謂的負責任博彩 那麼也有這個希望能夠解決這個病態賭博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情況 那所以這個這個部分 我想跟整個澳門以博彩業為主 那麼賭場都是對包含澳門人也開放這樣的情況 那麼造成整個這個病態賭博的一個產生 那麼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就造成說 整個比如社會的問題或者家庭失和 甚至是經濟上的一些呆帳的一些問題等等的 那麼甚至會有一些什麼社會治安的問題 因為你還不出錢 那誰來幫你幫賭場去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概念 所以也會造成這些 你說增加最後機會也可以啦 但是基本上這種是不太好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樣的一個這個 這一個病態的賭博 那麼我們當然也希望說 這個在波台業下滑的時候 能夠讓澳門政府一樣有 更這個投入一樣的資源 來解決這一些 解決這一些 我們講說在可能它是一個疾病的一個狀況 對 那像澳門的話其實可能很難 一般民眾可能很難想像 它就是大概六七成的財政收入 政府財政收入 它的就業 它的GDP 它外資都仰賴那個博財業 所以它這個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一些年輕人的價值觀 比如說澳門的年輕人會不會認為說 能夠在賭場裡面找到一個核官 或什麼樣的工作的話 是它這一生當中一個最大的目標 是我想這個等於是說 在澳門目前的情況來說 失業率是只有1.9% 那基本上就是全部就業 那當然你不就業可能只是一些 你個人的問題而已 並不是你找不到工作 因此對於年輕人來說 他會覺得賺錢很快很容易 那麼對於他們來講的話 因為核官目前在這個我們講 所謂裝核的部分 是保障澳門永久居民才能夠擔任 所以這個進去的話 你只要有身分證你才可以 所以進去的門檻是相對是低的 因為他不需要太高的技術 因此目前來講的話 他比較多的是中年的這個人士 來做這樣的工作 就業 核官 對 核官 因為他沒有什麼技術 也不需要學歷中學 你只要會算數看得懂 基本上就可以 你的經驗 對 基本上就可以 你可以慢慢訓練 但是現在年輕人來講 但是因為現在教育普及的一個關係 他們也希望說 我能不能不要只是做核官 因為核官第一個工作辛苦 你要輪班 第二個你會遇到一些這個賭客 你會變成賭客發洩的對象 因為他覺得賭書是你害的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來講的話 他們會這些年輕人也會覺得說 我可不可以做一些所謂管理層的工作 那所以他們會往賭場的周圍 或者一些所謂的儲備幹部來 這一個希望能夠找到 這樣的一個職位 可是不可諱言的 那麼也因為就業的容易 也因為這個賺錢的容易 造成這個年輕人價值觀的一個改變 我印象中在前幾年吧 也許觀眾朋友在網路上也可以找得到 何鴻生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他自己說 他說如果我是年輕人 我一個月一萬八買樓買車 享受世界 我為什麼要念書 我自己都不念書 我為什麼要念書 他說如果我是年輕人 可能我也不要念書 就不需要追求學問了 叫物質上面的滿足 對 因為整個的一個 你念書的這個經濟價值 可能還沒那麼好 因為你畢業的 高中畢業我一樣有工作 就不用讀太好的學歷的話 一個月薪水 澳幣一萬八的話 等於是台幣 對 台幣七萬多塊錢 對啊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一般的一個文遠 就大學畢業 差不多一萬三到一萬五的一個 這個行情 那所以 這個 當然澳門的生活水準比較高 就是物價比較高 你也許不能用台灣的概念來做類比 但是在這個數字上來講的話 我想對年輕人來講 他可以 只要他願意去娛樂場工作 他都可以拿到比一萬三到一萬五還要更好 因為到娛樂場裡面 可能你就是一萬五到一萬八 這樣的一個收入 當然你必須要輪班 可能工作比較辛苦 甚至更高的一個待遇 那麼對於他們來講 買手機最快 買車子 因為樓買不起 就買車 尤其澳門 名牌車 對 因為澳門他不需要進口關稅 他只需要這個汽車稅是很低的 所以他可以用比較廉價的方 這個相比台灣來講 可以連價這道兩成的感覺 那麼買到這個名牌的車子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可以立刻的擁有這些名牌的東西 或者叫奢侈品 那麼來說 你看到沒有 我的工作還是不錯的 我的收入也不錯 我的地位也不錯 那麼用這樣的情況 來證明他自己做這個事情是對的 所以不會因為他從事的是娛樂業 而被社會地位上面被看清 以往的澳門是有的 但是現在的一個情況 因為多彩 賭場是這麼大 這麼多 所以他人力資源需求也很大 所以就算看你在這個賭場裡面 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你賭場裡面不是只有發牌的這些工作 他也有周邊的這些工作 我講儲備幹部的一些東西 那所以到了這些職位上來工作的話 其實並不會有出現這種 您剛講的這個好像社會地位 比較低落的一個情況 被看清 對 比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反而他薪水是更好的 而且他在這個招募的時候 因為他像這個八 今年八月所開的永利皇宮 他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甚至到去年底的時候 在澳門就已經進行大型的招募 也到學校裡面 雖然畢業生你又不願意到 我們該給你多少薪水給你培訓 這樣的一個 那大家也是趨之若鶴地去投履歷 希望能夠是不是有一個 這個畢業之後 能夠有一個工作的選擇 能夠在娛樂場裡面 能夠謀到一個職位這樣子 那其他的呢 比方說像黑道啊 還有色情 因為這些其實都是伴隨著 賭場而來的周邊產業吧 那這個問題 在澳門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想黃賭賭本來就是連在一起 對 那這一個 不管是您講的色情業或者黑道業 但是我想以澳門目前的一個 整個的狀況 至少在我的感覺上 我覺得治安是良好的 因為畢竟這個一個 以賭業為主的地方 不希望你離開賭場 贏了錢你就被搶走 那人家會覺得你是黑是黑的情況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我想黑道白道 都會至少維持一個表面上的和平 至少要維持在公共場合 你不能再像以往 這個奧普時代一樣 對 公然鬧事 甚至是這個炸彈跟槍枝齊飛 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整個的一個 這個 這個黑道的一個情況來講 我想他當然在任何的社會 都會存在的 那但是在澳門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治安來講 我會覺得相對是我的感覺 還在控制當中 對 我的感覺 至少我不會覺得說 這裡是一個很亂的地方 對 就晚上出去的話 不用擔心 他也不用擔心 我認為是不用擔心的 就被中共給收服了就對了 至少在這個 黑道問題很嚴重的 對啊 就是回歸之後 那個這個澳門政府就解決了 這個奧普時代一直解決不了的 黑社會的一個利益糾紛的一個問題 對 但一個地方的財政都完全仰賴一個行業 而且是靠博彩業 他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所以怎麼樣讓他轉型 就是勢在必行 這幾年 澳門一直要往旅遊業上面來發展 我們去看看他們怎麼做 一提到澳門 立刻就聯想到賭場 澳門博彩業 擊敗美國拉斯維加斯 引領風騷數十年 但近年卻受大陸政府嚴厲打攤影響 業績直至落 營收更是每況愈下 其實我覺得澳門的話 沒什麼好玩 就酒店比較多 炸賭場 為了度過危機 業者決定改變策略 目標鎖定廣大的家庭市場 廠商大興土木 興建復合式度假村 除了賭場 裡頭還有雪上樂園 電影院 購物中心 目的就是要吸引全家大小 一同出遊 另外澳門旅遊局 也推出步行新路線 讓觀光客更能感受在地文化 我們有一個叫做 輪距行響的 那個八條的步行路線 其中一條路線 就是從大三八延伸到 我們叫做大三八的西方的 西面的那條路線 就是走到我們叫做花王堂的地方 花王堂就是以前人家都說 是一個月老的教堂 看好旅遊消費的市場需求 澳門廠商跟旅遊局力圖轉型 重塑觀光形象 希望能藉此拉攏觀光客的心 為澳門帶來更多商機 澳門政府要提起推動經濟的轉型 可是一個問題 就是很懷疑就是 澳門如果真的拿掉博彩業的話 光是觀光旅遊的話 它有足夠的吸引力 能夠吸引到目前 每年三千萬的遊客到澳門去 去停留 我想這個問題 當然澳門政府他不斷的希望說 能夠所謂的經濟多元化 那麼也包含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這一個方式可以留下 把旅客在澳門有更多的消費 比如說手信 比如說這個 伴手禮 對 手信伴手禮 那麼還有特色美食 比如說豬排包 普塔等等的這些東西 或者是說我們講論區欣賞 能夠把這個澳門來做分區 能夠把這個除了娛樂 這個博彩業以外的一些 事宜的景點 能夠介紹給觀光客 那除此之外 當然也包含了其他的 包含文創 或者說包含著這一個 會展 會展業等等的一個方式 那麼當然都是作為 整個澳門政府在發展 所謂的經濟多元化的一個支柱 也就是希望旅遊業跟博彩業 能夠稍微降低它的一個層數 在澳門經濟上的一個占有率 能夠讓其他的產業能夠也發展 所以在澳門目前的一個情況來講 會展業也是澳門它逐步在 很用力在發展的一個項目 那比如說在現在的威尼斯人裡面 他就當時在批賭牌給他的時候 就要求他要有會展的空間 就要展覽的空間 對我才要批賭牌給你 就是來做這樣的一個條件 所以澳門政府他其實是有策略的在進行 這個我們講說會展業的一個發展 所以他也希望說未來 是不是可以爭取到更多的 這個會展的一個在澳門的一個 或者是國際會議 比如說現在正在澳門舉行的 中埔國家部長級會議 甚至於是聯合國的旅遊部長會議 或者APEC等等的會議 也有機會能夠在澳門舉行 那所以在透過這樣的方式 也提高澳門的能見度 那麼也提高澳門作為一個 會展中心的一個價值 對那表演呢 像比如說以前的話太陽馬戲團 後來就是那個 國籍 對還國籍啊 或者現在的那個什麼 那個水舞堅 對像這些大型的表演的話 有沒有可能也是一個重點 對當然這個跟整個旅遊業的一個發展有關 比如說像內地他就有這種所謂的印象 什麼印象西湖 印象西湖 印象西湖 對不對 他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晚上的時間 在這裡表演 讓你留下來過夜 對 所以像這個水舞堅 他也是用晚上的時間 那甚至在現在的一個這個娛樂場裡面 也有一個叫魔幻間的 專門表演魔術給你看 所以透過這些的一些不同的一個 這個文化的一些東西 那甚至於在九月份的時候 整個月的每逢週六週日 都有國際煙花會演 那麼每天九點開始 他就開始放煙火放鞭炮這樣子 那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那麼也希望說 能夠把更多元的澳門 能夠展現給觀光客的眼前 好像不是只是博彩業 對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澳門的一個特色 它是一個中西文化交融的一個城市 所以他也希望把葡萄牙的一些特色 甚至是葡萄 或者葡萄牙土生的文化 也能夠透過澳門一些歷史建築的結合 能夠把這樣的一個文化 也帶給觀光客 讓觀光客來到澳門 你不是只有娛樂 不是只有賭博 當然也許賭博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項目 可是你還是可以 有更多的選擇 對 做一些多元的一些選擇 那麼也增加澳門 他對於這個其他業種的一個 收入的一個機會 要不然一般我們到澳門去玩 大概不到一天就可以玩完了 你就會轉進到大陸去 或直接到香港去 你就不會把它當成是一個 可以增添主要旅遊的地方 不過我們的網友 還是比較關心賭博業這個部分 他問了 他說亞洲其他地區陸續興建賭場 會不會搶了澳門賭場的客人 對 我想澳門的一個 這一個觀光客 或者我們講賭客的一個來源 最大的來源 還是來自中國大陸 是 那麼因此在其他的地方 你想要去爭奪中國大陸的市場 那麼以目前台灣來看 你可以知道這個觀光客 他其實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 對 換句話說 這些的大陸的觀光客 要不要到你的一個地方去 他是可以由中國政府來 在技術上來做某種程度的控制 那麼其次的話 我會覺得是澳門的地理的一個因素 因為他靠近中國大陸 那麼在周邊的一些國家的賭場 比如說馬來西亞的雲頂 比如說這個韓國的紀州島 或者是新加坡的金沙 等等的這些地方 你都必須要坐飛機才能到 那麼相對來講 也就提高了這些客人到這些地方去的成本 那對於大陸的客人來講 他到澳門去 可能他是最單純 而且是最迅速 成本最低的一個 而且不需要講英文 或者不需要講外語 你一樣用普通話就可以溝通 對 那可是像如果說 因為台灣有幾個里島的話 過去也曾經討論過說 是不是要發展播產業 如果說我們從澳門的經驗來看的話 就是可以給台灣這些里島的話 一些什麼樣的經驗 或是一些建議嗎 是我想這個開賭場 並不是好像我們門開了白張台子 這樣我們這種這樣的情況就可以 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產業 包含了作帳 包含了這個中央電腦控制的 甚至是攪子機的一個維修等等 都是需要一個產業的一個結構 來完成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說 今天如果台灣有要做這種 所謂的博弈的一個產業 對 里島博弈 可能你首先必須要先清楚的知道 一個土地 你的客源 還有這一些的相關的配套 你要怎麼樣來把它完善 因為不是只是開門而已 所以它還有很多背後的一些技術 你都必須要先具備了 你才有辦法去做一個 有規模的娛樂業 或者博彩業 因為澳門也是如此 澳門早就有這個賭場 但是它在有錢或者高的自由